后手重拳的攻击范围也非常的大 但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伊利处理得非常好 前手伊利要小心 要注意防守 就像我们刚开始提到的 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没错 要做好防守不要给对手机会 后手漂亮 这种假动作很漂亮 后手已经逼到了绳边 后手 伊利也要注意自己对距离的把控啊 蓝牧灵界其实在他的外线一侧的防守还是经常会露出一些空档 没错 用自己后手的重击 用自己后手的重击 又是一次 后手击打内部 哦 注意啊注意啊注意 还有十秒 哦 漂亮 以及压少的后手拳 刘晓一场呢 好 刘晓一场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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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九回合开始了 没错 两个人最后两个回合 伊丽莎提是不是 要把自己的体能爆发出来 把自己武器库里的武器掏出来 手 其实我个人倒是觉得没有太大必要 只要保持现在目前掌握的战局的优势 没错 只要保持着压制打到最后 因为到这种等级的比赛 对手动实力不会太弱 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这场比赛的实力 自己发挥在更好的前提下 也要防止被对手偷袭 没错 很棒的摇闪 这一连串的防守动作非常的漂亮 对 前手 非常漂亮 注意防守 好 这个这个暴摔 日本选手想抱住伊丽 结果失去了重心 没错 好的 漂亮 哎 伊丽